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在多伦多的第N加一个家 首次公开我的家做一个house tour 心里面还是很忐忑的 之所以想来想去要分享出来 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新房装修 建商升级 卖房翻新的时候 一个思路,一个样本 我们常常带买家了解他们的喜好 明白他们的痛点 装修的时候也顺带融入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趋势 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吧 首先建模我们做了一个landing area 加拿大东西是很长的 如果每次穿鞋的时候都有一个可以做的地方 那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外加我们在这些墙柜当中做了很多的储物空间 平时可以放一些杂物啦 或者是零碎的物品 一些平时不太穿的鞋子我们也放在了这里 大家一进门的房屋装修 其实是奠定了一个房屋的第一印象 那在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想要融入的元素啊 是宁静,原木,撞色和法式的一个集合风格 所以一进门的地砖空间 我做了一个菱形的黑色相间平法 做了一个撞色 后期啊 我还会在左边放上一个console table 比如图片这样 我们的一层空间是不算太大的 整库一一二楼一共只有不到3000尺 那么现在的双车库独立屋,车库其实是占据了很大的房屋空间 所以一楼呢,满大满算只有1000尺左右 当时建商给我们的default厨房呢 地面是采用了12x12的小砖 特别的过时 外加原木色的窄板石木地板 整个空间被一切为二 显得非常的小 所以我在后期改进的时候 一楼选用的是可以有一定防水功效的工程木地板 颜色呢也是选用了时下流星的奶油色 拼法是在加拿大不算太常见的鱼骨拼法 我个人觉得很好看 但它的缺点就是很非料 普通地板的损耗呢是在5%到7% 那么鱼骨的地板大概是在15%到20% 而且工价也比普通的贵上三倍左右 再来到呢就是我的厨房空间 都说一个房子啊是金厨银位 房子是装修的核心 是房子的卖点 正商当初给我的厨房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的一楼呢是十尺层高 这种不到顶包胶的厨房 是99%有预算的独立屋买价 无法接受的 整个厨房我是没有选用白色厨房的 我用了一个米色灰色和白色 自己调配了一个暖色调的Grey G Color 米灰色 搭配的是暖色调导台 所有的柜体都是到顶的 两边还做了视觉上的对称 中间是流空的 油烟机呢也做了Custent Crew的全包式油烟机 搭配全同事的把手 Garbage bean浆料柜一应俱全 而且采用的是超大的液体式Farm Sink 不锈钢会有一些划痕 那么陶瓷的Farm Sink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加上整个空间 我们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光源 会制造不同的氛围感 电器方面 冰箱和洗碗机都是Mili 全部做了Panel Ready的隐藏起来 扎一看和其他的柜体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再说的时候 买家也是比较喜欢Miller Wolf SubZero这样的品牌 Sermondor Junior虽然也很贵 但是买家特别是华人买家 它其实的认同度不算很高 另外在设计零奥时候 我牺牲了Breakfast Area 而做了一个大大的倒台 与平时的横倒台不同 我做的是一个竖型倒台 可以轻松放得下四个吧台椅 因为这个物业属于Virtual Hill 那未来的华人买家也是占比比较多的 大家对于Breakfast Area和正餐厅的区分 并不是特别的介意 但这个物也如果是在一个西人区 我可能会做另外的零奥设计 厨房的旁边就是我的家庭厅 十尺的层高 如果不做任何吊顶 会显得有一些空荡荡和突兀 所以我做了一个Coffer Sealing 全屋也是做到了一个Chrome Molding 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增加房屋的本身设计感 刻味是我非常喜欢的纯大理石洗手盆 是我从欧洲买了以后寄来的 还有一些花边 客人拉小朋友来是不会被磕到碰到的 墙壁的颜色选择了非常深的蓝色 做一个壮色对比 最后来到了我的主位空间 我在设计它的时候 想要打造一个温馨实用 我们小幸福感满满的空间 所以在冰冷的瓷砖下面是我的定暖 有定时功能 到了傍晚的时候它会自动开启 除了必要的双台盆 我还做了一个倒顶的柜子 所以平时的纸巾补给药品和化妆品 都可以放在这里 这里的毛巾架是不是感觉非常大 它其实是一个加热的TOWER WARMER 把浴巾用完放在这里可以及时的烘干 整个屋里的全部装修都用了 我想要的材料颜色 也是完全按照我自己的风格需求 做了定制 一共的花费在20万出头 如果同样的选项 找键商做 价格会在2.5到3倍左右 所以打造这样的空间 更多的是给大家一个样本 和展示的可能性 我和键商并没有做什么升级 但也是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当中 从拆除定量装修整理 到最后的完工 打造了自己满意的温馨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给你在卖房 和买房当中装修一些灵感和启发 如果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 也可以给我们点赞 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是Share 我们下个视频再会